6月21日 中国境内出现8年来观测条件最好的日环室 当日 被誉为此次日环室中国境内最佳观测点的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马房拥挫上空出现清环日式器官 西藏阿里地区藏医院天文立算研究中心专家 根据西藏天文立算的相关方法推算出此次日环室在阿里地区境内出现的大致时间 根据我们阿里地区藏医院天文立算研究所出版的历史 根据这个2020年6月21日 星期日 时间是早上的12点50分就日式开始 当日12点50分左右 在马房拥挫湖畔的观测点上空开始出现日偏时 到了14时40分左右 日偏时缺口逐渐变大 呈现难得一见的惊环天象 我心情非常的激动 在这个圣湖马庞拥挫旁边看到这天文奇观 我们感到自己十分的这个骄傲和幸福 对于日式 在普兰县民间有着撒卧着吃掉了太阳后出现日式的传说 因此 民众纷纷爬上房顶 以敲锣打鼓的形式举行旧日行动 当日 在西萨拉萨上空 出现日偏时奇观 西藏大学理学院副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高启 针对此间的日式天象 在西藏自然博物馆 为前来观测的民众科普相关知识 并提供专业天文观测设备 让民众观看遥远星空的天文奇观 现在这个日式和月式的观测 它实际上要求空气的能见度特别高 如果是污染大的话就不行了 在西藏观测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能见度特别特别高 然后空气相对来说比较细薄 就是可以看得很清楚 像白天看日式 细节看得更清楚 20 年轻人 20 6月 2号 一号 感谢观看